前教育部长中原院院士杜振胜 现身高雄市立总图书馆 为新书中国是怎么形成的 举办新书发表会 并且发表演说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不论是敌是友 是和是战 我们一定要了解中国 当他对你每天都在威胁 你不了解他 那你不是非常危险吗 高一大前校长于信斯 河畔出版作家吕自阳 特别前来力挺 吕自阳还送了一幅书法 给杜振胜 现场作无虚席 聚集了一百多位民众 仔细聆听杜振胜的演说 带领民众如何一一破解 中国的宣传 尤其是这句话 中国经常说自古以来 台湾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 其实我们仔细一读下去 一研究下去 几千年里面 中国统治台湾 基本上只有清朝的 一段时间而已 所以这个他们讲的话 这个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杜振胜也从中国古代王朝的角度 解析近代中国领导人的世界观 他还是一个天下观 不是世界观 他所谓天下观 所有天下都是在我的 我这个皇帝的脚底下 我想习近平的心理 基本上也是这个心态 有了了解以后 你也许可以想办法去破解 杜振胜强调出这本书 不是为了政治宣传 而是希望在学术上追求真实 也欢迎不同意见的人 来跟他进行学术上的讨论 民事新闻陈家强 陈志平 高雄市报道